你想吃什么东西吗 想吃上桌的麻婆豆腐 要得 我来买牛肉 好 买了20斤豆腐 8斤牛肉 煮一个大锅的麻婆豆腐 整个的黄牛肉 切了 摘成渣渣 这个牛肉 故意摘出点 等会儿才好挑 好的 本地的烧鸡豆腐确实嫩 把菜切开 菜子要下锅 麻婆豆腐就是要油肿 麻婆豆腐要想好吃 还要加点猪油 混合油才香 油温前了 牛肉下锅 加点黄酒 牛肉 牛肉炒出来炒香 冰菜这边猪肉牛肉都好 这个黄牛肉40块钱 买了8斤 这样 说实话 吃麻婆豆腐吗 牛肉叫做这种 大坨大坨的吃得太爽 虽然这种传统的 比较精致 但真正改口的还是这种大坨大坨的 来 豆瓣下锅 这个是一年的豆瓣 这个三年的豆瓣 一个提舌 一个提香 直接下锅 姜蒜米汁下锅 姜少蒜多才香 豆丝下锅 我弄麻婆豆腐的时候 他们帮其实跟我说 少壳点不要弄辣了 其实我晓得 串别这边吃不到那么辣 串着来串着冬着吃了辣一些 所以我们海原味这个也少 厨师素菜一定要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不会变通的厨师 永远长不大 清水下锅 几盒豆腐 慢火鱼 这个是豆腐慢慢烧 吹 来 勾芡 来 勾芡 争取两道 给它勾八四 其实有时候说勾三道芡 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 我们是要把芡给它扯起为原味的 要三道芡 要开芡风好坏 来 上面头子先下 倒一下 再勾一道芡 来 你看这个芡要得过八户八四 八四伯 叶子下锅 准备开盖 来 舀起开盖 哇 好八四 再来一盆 味道要得不 要得 八四伯 八四伯 这边没给你们弄那么辣的 他们说你们吃不到那么辣 这个就是牛肉大坨大坨的 吃起来下饭 青串牛肉确实好 猪肉也好